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各位带来一个神剑浮沫路啊 这款游戏呢当年在记忆厅呢比较的少见啊 因为呢难度有点高啊 这期呢这个选择了一个这个无品啊 这个标准大神的叫做通心里 无品的话呢这个游戏呢实际是对应着倚天通龙记啊 无品对应的呢就是这个张三峰啊 你看这小太极 然后呢现在在揍的是谁呢 从天下来这个呢叫做这个 轻易浮王啊就是那个圆柱里的伟一笑啊 这里叫做啊叫啥呢这不好意思啊 一会再说这里可以看到呢 这个老头的这个手势呢就跟这个太极啊 几乎是差不太多了啊 只不过呢这游戏呢当时可能版全没弹下来啊 所以说只能叫神剑浮沫路了 加有点了自己的一个这个啥 自己的一个这个剧情设置啊 这里可以看到呢一顿这个状啊 是拿到了一个叫做草上飞啊 这样的一个武功秘籍 增加一速的 捡起来 OK啊 然后呢准备去鸣叫秘道 好这里来到了鸣叫秘 鸣叫秘道啊 下面那个大城鸣羊和和底下的这个 他分别是谁呢 一个是这个白头发那个白眉鹰王 底下那个的话呢 鹰野王啊 他俩呢在鸣叫秘道里守护啊 他们这三封的闯进来 这是一个出门带的必杀啊 一个战壁啊 这个游戏呢 壁是放壁杀 可以看到呢雪槽下边那个蓝槽就是气 然后呢这个气下边的那个各种就是武功秘籍 臂前臂上臂下前臂有各种各样的技能啊 这是出门带的充须连拳 好之后呢这个游戏呢 主要是用的是停定的系统来打怪啊 然后呢如果遇到小兵呢 大部分的这个气呢都给小兵的 因为这个游戏的小兵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呢这是个最高难度啊 专家难度可以看到呢怪掏一下子也挺疼 这里呢一个双停定啊 一下停定住两个怪 然后打了一个这个必杀棋手 前一追地 前一再来 前一再来 可以看到这个前一的这个铁山靠 伤害还是很高的 这样呢顶倒一个 这里呢是打了一个这个叫太极 太极圈精啊这个是啊 这个应该是太极圈精 再不就是虎连士 应该是太极圈精啊 这个人我基本就没玩过啊 好然后这里呢再用必杀 把这个小兵清一清 前前一追地 前一追地 好那这样呢这关的boss拿下了 这里给一个抓头 抓头的话呢可以形成一个伪连啊 也就是无限连 然后呢打到这个名叫密道呢 这个叫隐藏墓啊 第三关就可以进入隐藏剧情 灵蛇岛 好 其实这是游戏的第二关啊 刚才是第一大关过了 这个黑金盘官费达 他是谁呢 他就是这个 陆战克赫比翁 其中一个赫比翁 这个队长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武功秘笈 大悲双掌啊 这个呢也就是两个人合体所用的那个 呃 旋名身掌 这个招的话呢是老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功秘笈啊 非常的好用 无论是清兵还是打输出都很牛逼 好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一顿顶接一个抓啊 这个抓呢是老头独门找的 其他的四个角色没有 好这样呢轻松的拿下了这个陆战克吃一口清汤挂面 往前走 好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黄河黄河就是谁呢 这个圆柱里边的赵敏啊 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呃 张无忌接药那个地方啊 给他这个六十书是吧 接那个黑玉断肠伞啊 治治病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这个boss比较少啊 这个boss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设定啊 呃可以看到boss打打仗弹紧去了 这里呢咱们轻两批兵 哎你看是吧 趁着弹紧的时候轻两批兵 他是不会下来的 除非你过去 好 利用所谓清兵 再清兵 OK过来 点他一下琴给他打出来 然后再从琴跳出来露脚的位置 直接打攻击 对面跑不了 然后呢打完一套之后 他又弹紧去了 完了再清兵啊 具体为什么那么设定我也不懂啊 我感觉很怪啊 这是我见过通玩游戏里边最怪的一个boss 没有之一 很多的boss都讲求一个大怪兵小兵的配合 这里呢是故意拆散了大怪兵小兵 可以看到他弹琴是有暗器的 暗器都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没有用 这里呢继续一顿铁蝉膏 这就是大臂双掌 可以看到这个输出 看完张 敌人的血槽 无无掉啊 这招非常的疼 而且清兵也好用 OK 然后呢他说我怎么在这里 他说你只是这个失了人被控制了 然后这里呢就告诉新的去出了 灵蛇岛 好来了 进入了隐藏墓来到灵蛇岛 哎我们这里大背双掌啊 没被偷 偷了个别的武功秘籍啊 这个叫神行老了 他是谁呢 他就是这个金花婆婆啊 就是金花婆婆的老人形态啊 然后呢后边会有这个金花婆婆的一个 这个年轻形态啊 但是他这个路线呢 可能不准备打啊 他可能会打那个名叫的波斯三 波斯三十啊 这个地方呢 是大背双掌给对面挂上毒了啊 也就是这个 玄冰神掌的中毒系统是吧 张无忌被那个招的无限折磨 这是把自己的虎连士的秘籍啊 初曲连权的秘籍给这个球回来 撞出来 这下应该是招没画出来啊 导致这个 化错技能了 我看好上次啊 不是啊 就是要画这招 这招应该是虎连士吧 虎连士还是虎镇士 这应该是第二关名叫密道获得的 这里抓错了 这个激化婆婆呢 会产生分身 他这里抓错人了 抓到了分身上 然后继续 留一个这个盖帮弟子啊 这个游戏的出兵可不给你客气啊 这游戏的出兵一出就四五个 所以说呢 尽量这个养兵战术 坐到位 好 这里呢 是躲着兵 打boss 没有办法 前前A放倒 不打死 哎 停定 然后A前A 走位 躲棍 再前A 再前A 然后这里继续 再躲盖帮弟子啊 这游戏的小兵非常猛啊 等会儿我给各位截个图啊 你就知道这游戏的小兵多猛了 为什么我说折不起 好 这里呢 鸡血 抓对面一个破定 给个大笔上掌 没打死 然后呢 鸡血 对面中毒了 等机会 抓对面的破定 一个千亿精死 漂亮的铁扇靠 好 看一看下个路线啊 这 是不是到30了 果然 你看这地方是吧 这个 就跟这个 以天里的剧情一样啊 炮轰铃蛇岛 然后呢 波斯30出战 三个boss一起 还是挺乱的 好 来了 咱们这个三封前去迎战 先跳过来 他说这个 黄天教竟然被你所灭 应该说的也就是这个鸣教 好 这个地方呢 直接是三怪巨奇 一顿这个A带钱 可以看到打了这怪呢 一半的血量 仨人的血量呢 分别是3000 2000 2500 也不到为啥这么不一样啊 领头的3000可以理解啊 但是后面那俩 为什么还有一个少500的 好 这儿呢 就是存用必杀 把这个对面打死了 因为在这三怪呢 控不住的时候呢 这个人物没有神型 所以说呢 不太好 这个躲闪啊 不如必杀 直接堆死 而且气也够 好 只剩一个就好打了 因为这三怪打死之后呢 分别会报这个加气的道具啊 比如说地银的合手屋 会屋屋的加气 你不用它也是个浪费 你看这里小茄子一吃 看不着 杀过鱼头一吃 完了 然后来看 为什么是小兵屌 看不着 这些血量看不着 这个兵一刀就砍死了 这个玩家只是出错了一招 就是A的方向打反了 小兵在左边 他本来应该往左A的 他A到右边去了 就这么一个破顶 被对面直接就打死了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小兵的可怕程度呢 在这个游戏呢 就不用多说了 这是这个游戏 在阶级厅玩的人少了 一大原因啊 太难了 很多玩家可能打一两个boss 就被小兵撂了 没什么体验感 一个必玩的时间也不长 这两点综合到一起呢 是这个游戏呢 玩家人少的原因啊 游戏怎么说呢 如果想有人气呢 还是比较 简单基础一点比较好 是吧 比如说你看三国战机 诸葛亮领度一配书 西游记 四个人一抓头 是吧 一顿不动 在当年的阶级厅都会火爆 对吧 你看这个游戏 他谁玩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还有区别的 然后这里呢 一顿这个虎镇士 还是虎镇士 给这个 拿着以天剑的 这个灭绝事态 一顿做 这招我也是第一次进 还挺有趣 这个人物呢 就是这个灭绝事态 然后因为咱们的张三分 不能用以天剑 所以说没爆以天剑 不然的话呢 死了 直接爆以天剑 OK 这样呢 就进入了最后的决战了 最后的决战呢 他就是谁呢 就是那个和尚 装和尚那个 大魔头 成亏 一切这个 以天里的这个推动者 一切的这个 坏事的幕后主使 就是他 然后这个位置呢 他的血量 一万五 然后呢 这个打这个怪的话呢 加息速度翻倍 因为这怪的血太多 防止玩家时间不够 所以说呢 给这个此战场的 加息速度是翻倍了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所有的必杀呢 都给了这个 少林寺的苏家弟子了 就跟前面那个武当 拿砍刀的那个人是一样的 小兵贼猛 就这么多血 在帮少林弟子 一轮圈低就躺下了 然后打boss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那啥了 就可以不用气了 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能量是干啥用的 证明谁厉害 正是想打个破轮啊 在背面 在这个怪呢 这个背身轮着朝咱们 出招的时候 一打 就可以把轮的耐久度打掉 一破了之后呢 这怪的霸体就没了 这是这个怪 大鱼如蓝 也就是成坤的变身 魔道成坤 你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这里可以 进行一个武线脸啊 就怕小兵来 一顿前衛 当顶飞之后呢 最后一个抓头 重置四招于是 这里呢 来小兵了 还附带一个长老 可以看到呢 boss打的气呢 全用来清兵了 看板张 看见了吧 两个气了 三个气了 三颗气清兵 好之后呢 boss已经掉了 一半的血量了 这里呢 在勾引那边走位 停定 前衣直接起 铁山靠 再靠 三靠 然后四靠一抓 这里三靠直接一抓 这样的话呢 这个重置了一下 这个四招于是 然后呢 接着靠 接着靠 可以看到这加气速度 看板张 非常的加气啊 然后再停定 因为只有一个boss 对于高手来讲 就是白给 纯白给 所以说呢 打他根本不用能量 而且这个张三丰呢 在本游戏里边的性能呢 也是非常的触众的 他比其他角色的这个 呃 战斗能力强很多 唯独就是不能身形 好 这样可以看到呢 在有八个气的情况之下呢 很轻松拿下了 这个大宇宙来 OK 那么呢 感谢咱们的这个 同心里大神啊 一个精彩的 一个张三丰 然后呢 后边呢 就是一个通关的一个小画面了 没什么动画啊 全是插图 咱们呢 看看也就拉倒了 我呢 是本期的解释很合 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给我整上点免费的赞啊 那么呢 咱们明天都直接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